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倫 黑倫 你的聲音怎麼怪怪的 好詭異喔 而且一個鏡子的人形立牌 怎麼會開口講話 而且聲音竟然跟我這麼像 對 好像 就是你 幫他配音啦 因為黑倫哥有重要的事情 有 所以今天很感激林哥 對 但這個立牌今天放一整天 看著看著 也就慢慢喜歡上他了 對 有的人不知道啊 剛剛 我還趁機欺負他 你不能這樣亂戳他 剛剛錄影前 我看到多可怕的一幕 你知道嗎 小潔有時候腦筋怪怪的 我看到他對著那些立牌 憲哥 你好 我是小潔 請多照顧 憲哥 你有什麼都不回答我的問題 你這樣講 當我們上一集錄影的時候 我跟蔡允潔真的就是被嚇到 因為他們把他扛進來 然後怎麼一個人飄進來 跟黑倫長什麼一樣 不過今天要講什麼呢 講職場的霸凌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職場裡面 工作混口飯吃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黑心人 他會不管是言語的行為 直接欺負你 對 好 我們來一起罵罵這些人 我們歡迎四位來賓 所謂另一位 以前欺負別人 現在被欺負的威廉神 各位各位 職場上愛欺負人的人 要小心啊 小心新事報 即將降臨在你身上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 親身經歷被霸凌的甜姐兒 蔡允潔 救人就是要有心有肝有肺 不要欺負我這個露女史了 拜託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歡迎 目睹霸凌時放的美女作家 玉姐 愛 謝謝 如果不想要被欺負的話 一定要自己硬起來 才可以保護自己喔 拜… 好 我們歡迎 知所不易勿施人的 立餐小丸子羅燕麗 哈囉 大家好 當妳在職場被霸凌的時候 如果妳不懂的伴子 妳就會持續被霸凌下去喔 對 好 現在聊聊職場 超暗黑的霸凌時 我有拿幾種 第一種欺負妳的是 視而不見 就是把妳當空氣 因為之前 就我們公司就是有一個主管 然後因為他就是 剛被升為主管的時候 就是有點是名不正言不順這樣子 所以他剛升到主管位置的時候 他忙著大動作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真的把他當成主管來尊敬 而不是就是 只是把他當成以前的職位這樣子 然後可是因為同部門有一些 就是同期進來的老業務們 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反正我就繼續按部就班 做我原本的工作就好 然後他們其實就也不太理 這個新上任的主管 然後這個主管就開始從一些 就是小動作開始 就是去針對這些不服從他的人 然後一開始是說 例如說中午訂便當 就是可能例如說 我寫例如說 可能我要雞腿飯 然後他就會直接跳過不來耳 然後直接就說 那星雲妳要吃什麼 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幾個同事 就會永遠 吃不到中午一起訂的便當 好多分了吧 對 這些人他們就 中午就直接默默自己出去吃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年底考核的時候 公司會要求 就是主管跟老闆 就是會一起跟這個 就會跟業務們 就是一對一的 就是去做溝通 然後這個主管 只要看到他不順眼的 他從頭到尾就是滑手機 那如果老闆就問 會問這個主管說 那妳有沒有話跟這個業務講 他就會說 嗯哼 嗯哼 他就從頭到尾就用嗯哼帶過 就是也就是真的超級目中無人 那最誇張 甚至對他的老闆嗎 對 因為他就跟老闆說 我就是不想跟他講話 我就沒有什麼好講的這樣子 就是態度就是很不太好 那最誇張的事情就是尾牙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會算好 例如說這個部門10個人 那我們就給妳一桌 剛好10個人這樣子 他就故意在尾牙那天 帶他的小孩來 然後就是把那個業務的位子 給做走了 導致那個業務在尾牙的時候 就是去跟其他部門一起做 就是超級可憐的 那可是因為這個主管 因為畢竟他真的就是在位 然後他其實就是有權利 就是對我們做出一些比較 會影響到可能我們獎金 或是我們考基的事情 所以大家怕他 對 我們就是敢怒不敢言 那我們只能就是 內心摸摸祈禱說 這些人就是你們 就是可以安穩的度過 你接下來的職場生活這樣子 我倒是很想問問 今天派翠克還有馬丁 是第一次加入天團 對不對 有沒有被霸凌 有 有嗎 有嗎 沒有 以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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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對我們很好 對 馬丁是熟面孔 派翠克之前是來過會計單位 我覺得你今天有被霸凌 沒有... 今天一集錄下來 你好像都坐在那邊 所以他不准你講話嗎 他其實剛剛發生一件事情 他偷吃橘子節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橘子說 誰拿我的控肉飯 我可以拿一個 他可以拿我的控肉飯 我不敢講他 所以他被霸凌了對不對 沒有耶 橘子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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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買十個美的... 都是橘子節的 因為你根本不是說他已經是什麼 沒有啊 因為橘子 橘子在我們這個節目待久了 所以不能再叫他橘子 因為他已經成功的 從橘子轉形成南瓜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南瓜比較大 顏色一樣但是比較大 比較大顆 所以兩位今天沒有被霸凌 沒有感受到對方 沒有 沒有 今天非常好 那有被照顧嗎 有 有被照顧 有 OK 我們上班這檔 是做好的示範對不對 不要霸凌 好 歡迎你們 他們兩個回答得好 好有效的 好心虛喔 不會 對 好官方 很誠狠 有在旁邊捏有沒有 視而不見把你當空氣 其實是很難熬的 有的時候上班如果 今年累月是這樣的環境 不如趁早離開 因為那種氣氛 讓你覺得你是多餘的時候 非常的痛苦 以前我們那個團隊 然後一個主員 就得罪了製作人 得罪製作人 原因也很單純 就類似也是把他的便當 吃掉的這種狀況 以前便當會分等級 像瘦肉飯的 那個我們會給製作人 買比較尊貴的便當 現在沒有這個風氣 因為現在講究說 這個主管跟工人員 要一視同仁 這樣子相信力比較強 可是我們這樣說 就師徒制 所以還滿重視這種 這種不同等級的這種感覺 這也可能是很多人 努力往上 想要享受的一種尊榮感 那公司在台市附近 那台市以前有一家 現在也還在 也生意非常好 那叫爭蜜便當 那便當不便宜 那個比那種50元60元的便當 來講貴差不多一倍 可是有那個價值 因為非常非常好吃 那個吃一次就丟到了 很有名的真的 對 就丟著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 而且還擴邊 店面越做越大 很容易一次成主顧 那像這種便當 我們只會訂給老闆 老闆底下有三個製作人 那三個製作人 可能就會吃 這種比較好的一種 那我們那個菜鳥工作人員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個便當擺在那邊 長得都很像 但其實我們知道 某一盒是給製作人的 結果那個菜鳥就搞不清楚 然後就 有的人就是壞習慣 然後一盒他們打開來看 他找到他要的 控肉以後不要 雞腿 然後那邊翻翻 然後翻到一盒 有控肉跟雞腿 合在一起的 然後還加一顆乳蛋的 他就覺得說 怎麼這盒跟他不一樣 好好吃 想說我不選這一盒 我蠢 然後就拿到座位上 然後那個雞腿拿起來 正準備要啃的時候 有人按住他的肩膀 等一下 一個工作同仁他說 你有問題是不是 千萬不能吃 那雞腿他放在嘴邊 其實已經含在嘴裡面 只是沒有咬下去了 只是沒有咬下去 這個是脂卵 你不能吃 他說脂卵不能吃 還有這種規矩 你們這個封建思想 然後就硬要咬 其實那個牙齒 已經稍微進去了 像進去了 當然沒有整口吃下來 然後後來其他人 所以雞腿竟有一個硬的 對 就是有齒痕 然後旁邊的人就慾勇 他不會吃 這樣會出事 性性懶的 可是怎麼辦 那個都已經有此人了 而且那個拿起來的時候 飯也弄得亂七八糟 他很聰明 還把飯這樣鋪平弄好這樣子 然後還挖一個洞給雞腿 因為雞腿拿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洞 可是他拿起來過程 當初已經被他搞亂了 他還慢慢鋪好 然後挖一個洞 然後剛好雞腿也合進去 可是那個此人就很難掩飾 對 後來沒多久 那個製作人上個大號回來 打開便當要吃 本來還沒有察覺到 因為先吃滷蛋 然後雞腿拿起來這樣要吃的時候 雞腿上面有齒痕 被種草莓了 他平常國語難得 聽他講幾句 因為一般都超台語 比較多 他的人 他拿起來他還突然 當然製作人知道真相以後 就對他觀感就很不好這樣子 然後開會的時候 大家方便提意意見 那個菜鳥也會提意見 我看我們來賓發菜小節好了 一般只會講好或不好這樣子 好 結果他跟你扯到背的事 他講說發菜小節好不好 他說等一下我們要不要訂披薩 他就故意 他就故意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 完全好像沒聽到一樣 轉向了 好啦 訂了披薩對不對 披薩可以切成8塊 也可以切成12塊 那個水泥的 對 他的披薩一叫來 明明是有多一塊可以給他吃的 他就故意那不夠 那你可能沒辦法吃 就故意要控制他這樣 有一次員工要旅遊 如果一台9人8 9人8 9人8 就司機要開車 那一定還可以8個人 不然怎麼會叫9人8 對 那我們團隊也不過就7個人 所以是位置夠做 他就有辦法跟他說 你可能不方便去 就給你休一天假好了 他說因為我們位置不夠做 那位置不夠做 他9人8 他有空位怎麼會不行 他說因為我們要放一些 攝影器材 我們出去玩幹嘛 要攝影器材 他說沒有 我們要留下一些生活的 點點滴滴這樣子 反正就完全的忽略他 搞得他後來也就 只為了雞腿咬一口印子 外界這種事多得很 有的時候只是出電器 你沒對他笑 他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不喜歡我 還是怎麼樣 走心了 對啊 我之前隔壁部門發生一件事情 是主管帶頭霸凌他的下屬 這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當時那個部門 就是流動率非常大 所以在最後這個 我們都不知道那個主管 原本的主管要走了 結果他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在外商公司 他們就急著要顧一些小主管 因為真的是走光光 所以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 就被顧到那個部門 一被顧進去之後 其實我那個朋友的英文 並沒有很好 但是大家知道外商公司 全部都要用英文簡報 所以那時候他能夠被 應徵進去 我也其實有點替他擔心 因為我們所有的簡報 是全英文 他一進去之後 他原本那個主管 就離開了 後來帶來了一個主管 那個主管就不認識 我這個朋友 後來發生的事情 就是很慘了 因為我那個朋友 因為大家知道 英文很難一觸可及 對 就是你就算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你如果不是很常使用的話 其實你也不會那麼熟 有的會聽不會講 有的會講不會聽 對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半年吧 就半年我覺得 我那個朋友的英文 其實都沒什麼起色 可是他自己壓力也很大 搞得全部內分泌失調 臉都爛掉這樣 可是他們下面的那個 他的部門 他本來下面有帶兩個人 那兩個人都是國外回來的 然後他的上面的那個主管 我就親眼看過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的主管就在下面聽那個 我那個朋友在簡報的時候 他主管就這樣 好討厭 他的鼻子過敏 他在講 台腔 台腔 TH會不會發音 就是 就是這樣 好慘 然後他下面的那兩個人 就看著他的大老闆 這樣子去 就是去羞辱他的時候 他下面的那兩 他們也就是那種互看一眼 然後這樣 就是這種表情 對 後來在比較糟糕的事情 是他那個大主管 就把這下面的兩個人 直接移給別人去帶 所以他下面就沒有人了 最後的狀況是 我們都知道 他其實就是要架空他 因為他手上完全沒有案子 可是因為那時候 已經過了試用期 他也不能隨便的FIRE他 所以他就是下面也沒人 手上也沒有案子 可是我們每一季 都要評論你的表現 他沒有東西可以講 後來他在那邊 又再撐了兩季之後 就直接就被績效不好 所以就問他說 你就直接走吧 所以霸凌成功 因為他那個主管是那種 周遊列國 然後在英國 法國 就是非常國際經驗很 不是他直接他能夠 對 他就覺得他下面的那個人 好像素質很差 可是他不知道當時 他被僱用進去的時候 其實也是來救火的 對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 上面也不停 下面也不支持 我覺得在職場上 比較常見的是被孤立 就是說有的時候 你不見得是被霸凌 但是常常就是會被孤立 那當我們被同事孤立 人家幫你當空氣的時候 我會建議 就是大家不見得要立刻 想辦法去討好對方 融入對方 因為這樣顯得太刻意了 而是我們找機會 慢慢慢慢來建立關係 然後來化解彼此的敵意 我可以講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可以 憲哥 謝謝 那因為我過去職場的狀況就是 我不是被挖腳 就是跳槽 不然就是當空降的主管 那所以當我到一個新公司 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被孤立的一個狀況 因為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我其實搶了他們工作機會等等的 那我記得有一次 印象非常深刻 我剛到那個單位沒多久 第一天請大家喝飲料 第三天請大家喝咖啡 第五天請大家吃點心 那有個同事明顯對我有敵意 他就說 憶力一點的飲料好難喝 點心好難吃 他的飲料超難喝 我這輩子都不會喝 那其實就是 而且他是故意講給我聽 那我很清楚他就是 對我有敵意 可是我也不想立刻就是讓他化解 我們彼此之間的一些敵意 反而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因為他一直要約一個上市公司老闆做專訪 一直約不成 然後還在會上 一直被老闆狂電 那因為這個老闆 這個上市公司老闆 我之前很熟 那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反而是會議結束 我塞了一張小紙條給他 我就說 這個上市公司老闆的手機我有 你可以打電話跟他聯絡看看 對 然後後來我又特別打電話給對方 跟他說 這是我的同事 拜託您如果有空的話跟他聊一聊 所以我同事他就會覺得說 起碼我不是來幹掉他的 我是來協助他 而且這件事情我都沒有跟老闆講 就是我幫他這件事情 我也都沒有跟老闆講 所以後來他約到老闆說 不錯喔 你後來約到很難約喔 工老又給他 對 所以其實老闆會覺得 他真的工作還滿有技巧 那從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會比較覺得說 我不是來取代他的 也不是來幹掉他的 我們的關係就慢慢慢慢變好 所以有時候是要利用一些方法 利用一些技巧 還有等待時機 好 我們看看第二個是什麼呢 只要是你做的 再好都打槍 我最近就遇到這個狀況 因為我剛轉到飯店業做 差不多快5個月 但是我一直都是在做服務業 所以在對於這個 都還滿好上手的 那就有一個同事 他就很奇怪 就很愛針對我 我可能去辦公室喝一口水 他就在外面酸我說 Blair又在偷懶了喔 要不然就是我們一個人 每個人中午都有一個小時的 休息時間 我只是不小心超過那5分鐘 尿個尿而已 然後他也要去跟組長說 他每次都超時 我們其他人這樣很不公平耶 有一次最誇張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一個外國客人 然後他從Check in到Check out 都是我在幫他服務的 然後他也問了我很多 什麼旅遊的意見等等 他回國之後就寫了信說 謝謝Blair的協助這樣子之類 然後我們組長 就特別在約會的時候 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說 然後說 大家可以跟布萊爾 學習看看 然後什麼的 然後那個女生 就馬上又酸我說 她只是運氣比較好 剛好遇到客人人很好而已吧 對 就剛才很像打 這麼酸的 對 然後後來我就聽我朋友講說 因為我去之前 他是櫃台裡面英文最好的 但是我專長也是英文 那反而是我可能在接待 還有服務上面 我比他更有經驗 所以他可能覺得說 可能會被我擠走等等 可是這我都是聽別人講的 我自己可能想說 可能是他覺得 我比較漂亮嗎 又一個拍照 曉得來了 你是排大的嗎 好像是時間怎麼樣 好驕傲 我之前也是去一個地方工作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工作前 我連打掃廁所都不會 所以我就跟副店長講說 沒關係 你教我一次 我很會...很快學期好 所以他就說 好 那我只教你一次 我就學完之後 之後我就開始自己打掃 可是他通常別人 他都不會進去檢查 那他檢查我的廁所是這樣子 傻妞 蔡小潔 玉琳哥的話 你可不能全信啊 因為很多女生都 都對他有敵意 對 就到這裡 我很早以前就跟他講過說 因為女生覺得你可能 長得太漂亮 對他們會有威脅 所以你有時候 適時的把自己弄醜一點 比方說拿泥巴塗進眼裡 這樣你會發現 你女性的瘋子會越來越多 好 我下次試試看 通常別人他都不會進去檢查 他檢查我的廁所是這樣子 就這邊是那個馬桶 對 他是這樣聞 接吻 他在我面前這樣 還不靠著馬桶接吻 沒有 他在我面前這樣 這樣聞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有尿漬的味道 你重新全肩打掃一次 然後我就說 一般來講 不是好 就算真的有尿漬 我們就把尿漬的地方 弄好就好了 不是他說你這邊有尿漬 就代表你全肩都沒有打掃好 所以你全部再打掃一次 一滴尿 快樂一鍋粥 對 就是他叫我打掃一次 沒有粥 結果我就聽他的話 我就進去打掃 結果後來 我那時候進去打掃 他在外面很變態的是 他拿馬表在外面 就是如果我太快出來 他就說你根本沒有打掃 對 男生 女生 女生 一般的女生 男生一定OK 男生就會幫他打掃了 沒有 然後如果我太晚出來 結果我打掃很仔細出來 全身都是汗 他說你在裡面幹嘛 偷懶啊 你進去多久了 又是男主管就會說 你的汗好香喔 這個叫性騷擾 我們衛生紙 他不是就是可以看得到 他有多高嗎 然後他就規定你說 太高也不行 然後過低也不行 他已經誇張到他拿尺 去量衛生紙的高度 然後他說不夠 然後我就叫我這樣 一張... 一張再補進去 然後我就真的 已經快要被精神霸凌 到精神崩潰了你知道嗎 對啊 什麼磨練 後來就是像我們 我是那時候是早班 然後也有晚班 所以我們早晚班 是不一樣的人 然後如果在結帳的時候 客人有的時候 會跟老闆說 這個服務人員工作 態度很好啊什麼的 然後他聽到就會在旁邊 就跟老闆講說 小潔不能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怎麼了 為什麼我不能這樣 他說因為如果他服務太好的話 晚班的來可能沒有服務不好 但客人就會覺得說 被他寵壞了 他覺得客人會因為我的好服務 而被寵壞 所以我不能對客人太好 就是他什麼都有得挑 大概因為你長得太漂亮吧 你一定有什麼威脅到他 太漂亮就是你的原罪 原罪 對... 你從來也沒說過 沒有 我是客觀的評論他 因為很多女生都 都對他有敵意 對 這倒是真的 我很早以前就跟他講過說 因為女生覺得你可能 長得太漂亮 對他們會有威脅 所以你有時候 適時把自己弄稠一點 比方說拿泥巴塗自己的臉 這樣你會發現你女性的朋友 會越來越多 好 我現在試試看 漂亮的女朋友 依姐愛 以前我們有一個同事 我覺得她非常的可憐 因為我們在同一組 這個女生她其實平常 因為我們那是行銷部門 所以大家其實都看起來很俐落 但那個女同事妳就知道 她其實就一直穿著 穗花小洋裝 像美國那種有沒有 電視劇住在郊區的那一種 就是完美郊妻 對 然後她出現在行銷部 我們確實也覺得 感覺風格跟我們不太一樣 可是這也不是她的錯 她的時尚風格就這樣 後來就是我們有發現 她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她的反應通常會慢半拍 或大概5秒 然後我們那個主管 又非常的極性質 所以主管每次都問她 就說這樣你聽懂了沒有 然後就會沉浸5分鐘 5秒 5秒 她就說應該懂了 然後就那個主管 她好像試著去拍那個 動物方程式 所以那個主管 每次就是很俠拱 她就說 你到底是懂了沒有 你確定你有懂嗎 因為她5秒之後應該懂了 聽起來好像很沒有信心 她久而久之之後 這個主管對她就 你知道就完全失去信任 所以其實她沒那麼差 如果說10樣事情 我覺得她大概有 5 6樣可以做好 大概會有3 4樣搞砸 所以她不是全部都搞砸 可是老闆就已經 完全不信任她 每次我們一進去開會的時候 老闆就說 你確定嗎 你真的嗎 你到底有沒有帶腦袋來上班 後來更誇張的事情是 主管後來就不跟她開會了 主管後來就跟我開會 跟我開完會之後就說 就會走出去跟她講說 某某某 你的報告 其實我跟她是同級 然後主管就跟她說 你那個報告先給Nita看過 看完了之後 你再進來跟我討論 有問題就不用進來了 那我會很尷尬 因為我跟她是平行的 然後我想說我憑什麼 看你的東西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很尷尬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是老闆 那妳沒有試著去建議她說 像妳穿那種碎花小洋裝 那不行的嗎 女生不能建議女生穿 對 就這樣 沒有啊 妳就叫她去買皮衣皮褲這樣子 那妳覺得 老闆不喜歡她的主因是什麼呢 就覺得她反應慢 然後這個女生 其實是長春藤名校畢業的 我覺得那個主管她其實是 有一點故意 學歷上的 她不喜歡 對 她學歷太好 那主管就會說 就主管有一次還曾經 在跟我們開會的時候 那個女生不在 跟我們說 現在長春藤名校 怎麼這麼容易進去 就是 對啊 有的時候會不會太強勢的女生 不太喜歡太Nine的女生 因為她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知道了 反應慢也是問題 以前我跟朋友 反應慢到什麼程度 那個老闆氣到拿那個 然後那個炒菜鍋 ㄎㄧㄤ 打下去 一般人就 ㄎㄧ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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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過了5秒鐘 好痛喔 對 她就是有這種人 第三個是什麼呢 她上網 打混摸魚 你忙翻天 這超可惡的 你們知道便利商店有多忙嗎 超級忙 超級忙 一下子要熱熱狗 一下子要熱便當 一下要泡咖啡 然後那時候我在外場的時候 就有前輩他就說 我進去補一下貨 然後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但他其實再也沒有出來 也無所謂 但是你知道前面排隊 已經7個到8個 你已經很緊張了 因為有時候又要影印 又要去哪裡 然後又要啪... 真的很可怕 然後有時候要找菸有沒有 因為一開始又找不到 到底是哪一個菸 然後我就趕快 因為也沒有時間進去那場說 前輩 前輩趕快出來幫忙 我就會打過去 打電話給裡面說 對不起 那個忙不過來了 可不可以趕快出來幫忙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說 好 掛掉電話之後 大概過了10分鐘 人還沒出現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現在就是只能硬著頭皮 你知道不可能再打第二通了 我就知道他不會出來 我就這樣咻咻咻... NO... 終於把這些客人消化完之後 他默默的走出來了 我說我剛剛不是有打電話 他給你說那個 你...我忙不過來了嗎 他說沒有 我剛剛在補貨 我一開始聽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補貨沒有那麼急 不用馬上那個 結果後來我觀察幾次才發現 就是有幾次是 還有一兩個人的時候 我就偷偷跑進去 就用白馬的速度衝去叫他出來 他在裡面 白米還是白馬 白米 白馬 對 白馬速度多少人家也不知道 對 白米的速度衝去 然後你知道我發現他在幹嘛嗎 講手機 玩手遊 抽菸 他就是不出來 然後後來因為有客人會投訴說 為什麼他來這邊都要等那麼久 排隊都要排那麼久 他是難的嗎 難的 因為你那麼漂亮他不想來幫你嗎 因為你知道前輩他會覺得 終於有一個菜鳥來了 都可以讓菜鳥坐 他為什麼自己要需要舒服 他終於能舒服了 然後結果店長就問他說 舒服 店長就問他說 那為什麼排隊會排那麼長 然後他身為一個前輩他說 因為我在訓練後輩 他動作太慢了 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前輩跟後輩那個關係 我覺得很可怕 這有時候我們難免會犯這種錯誤 我記得我永遠記得那個年代 因為我不像有的人 有的人民國87年的時候 在1986年的時候 很多人會講 但是我為什麼 反而會特別記得那個年代 我記得在1995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特別會記得 為什麼 那個時候 那一年是金豬 豬年 那時候全台灣風行 在玩那個 玩那個棒球的電玩 SEKA 你也喜歡棒球 對 SEKA的棒球電玩 非常熱門 而且那個畫面的真實感非常的好 當然跟現在比起來 當然一代都比一代更好的 那時候我們在公司已經久了 都變老鳥了 自從有一個同事 有一天帶著那個SEKA的主機 那個電玩來公司以後 然後在那邊玩 我們在旁邊看到 我的天啊 我的老天鵝啊 怎麼會有 會有這麼有趣的遊戲 所以我們就瘋了 那遊戲可以一個人玩 也可以兩個人玩 那八個人怎麼玩也可以 我們兩兩一組 我們冠軍 換你們兩個玩 你們談論冠軍 我們兩個帶在比 就是也可以模擬 像那個世界大賽 那樣的一個分組的方式 每逢那個工作的空檔 大家就在那邊玩... 好啦 那倒楣的是誰 倒楣的是另外一個 剛進來沒多久的同仁 因為 因為我們在那邊玩的時候 事情都對給他做 他一個人一下要發通告 一下子要聯絡 來現場參觀錄影的觀眾怎麼樣 那你就是霸凌別人的前輩 對啊 沒有 因為當時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在玩 那你不參與這個棒球熱 你就沒有棒球混 那個菜鳥也是會反擊的 有一次就 其實還滿忙的 那我們就在那邊打著 那個如火如荼這樣子 打著... 電視畫面不見了 然後我們一直沒有議會過來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同事說 球場停電了 我想說我球場停電了 那不是真的球場 你看 我們打到風火入伯到這種程度 結果原來是那個菜鳥同仁 他去把那個插頭拔掉 拔掉 我可以棄你們了 拔掉插頭 幹得好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同事 就火大了你知道嗎 因為他當時 他也在打電腦 那時候電腦沒有說什麼 邊打邊Save 那時候電腦很奇怪 結果你打一大堆 你要記得按一個Save 不是以前 不是常常發生災難嗎 一拔掉沒了 結果我們另外那個同事 因為無法接受 球場停電這樣的一個 他怎麼反擊他 走到他的電腦 也把他的插頭拔掉 我們在打電完 然後他花了一整個下午 在打的內容 我們球場停電了 他的內容也 沒了 可是你們上班是在摸魚 他是在工作耶 對 所以那是年輕不懂事的時候 所以你承認你霸凌別人 沒有... 我是跟他們一起在那邊玩而已 但是他要把那個電腦插頭的時候 我是認為 你沒有仗義職業 你同流合物啊 來不及 因為他動作很快 因為他手伸過去 我要抓住他手 我說我抓住了喔 但是他已經這樣子 變成我在幫他拿 怎麼可能 我本來都是你媽 可是因為他力氣轉太大 所以我當時也蒙上不白之願 不過也因為這個事情 給我一個深深的啟發 另外後來我看那個 菜鳥同仁 哭得讓淚人兒 雖然他是一個男生 哭成那樣 我也覺得說 對職場上有一些事情 真的要特別謹慎 要特別注意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也幻然悔悟 我也就不再做那樣的人 所以以後 凡是有心通仁 如果我發現有霸凌 有事件 一直到後來我自己也當製作人 我也當老闆了 在我當製作人 我當老闆的任內的時候 就沒有一件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有親身的經驗 所以我會特別留意這種事情 所以這也很正面 我對你肅然起敬 是 謝謝 你也有陽光 謝謝 其實就工作分配上面 菜鳥幾乎一定是 都會被老鳥欺負跟霸凌 那只是說 如果說老鳥做得太over 太過分的時候 通常我還是會建議菜鳥 你要懂得適時反擊 不然你就會一直被 不停的霸凌下去 那我記得有一年就是 我跳槽到某一家公司 那時候其實我還算資錢 我還算菜鳥 那其實就很多老鳥 會把他們分類工作 臨時丟給我 其實剛開始我會覺得 需要忍耐 可是每天都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的工作 就變得非常非常多 我就一直不停在思考 我到底要怎麼樣 試試反擊 有一次就是 蔡小潔被欺負成累人兒 全場氣到響肉騷 我嚇到我不知道怎麼反應 然後我也不是事後哭 我是當下就啪 眼淚就掉下來了 可是我也不會針對她 她就說你哭什麼 你哭什麼 你想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在欺負你 不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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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好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感覺有點囂張 對 她到底是主持人還是婆婆 你把她在模仿 模仿那個惡婆婆婆 惡婆婆 惡婆婆 然後跟我說 燕莉這個是老闆前幾天 交代的一個東西 你也知道我小孩最近生病了 你幫我處理一下 我先帶小孩去看病 講得真好聽 可是那個任務 其實坦白說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個任務就是 大家還有印象嗎 當年陶立揚很紅 老闆交代的任務是要我們把 所有的外電消化一遍之後 外電 把所有外電消化一遍之後 立刻做一個專題報導出來 老闆叫他一個禮拜多了 他都沒做 可是明天要交了 他交不出來 所以他就半夜11點的時候 丟給我 然後他自己先下班 我那時候其實蠻不爽的 因為陶立揚的東西 專業名詞 專業名詞 專業名詞太多了 我要一個一個去查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真的很難 然後那一份外電 大概有二十幾頁 所以當我不停看不停看 看到凌晨4點多的時候 然後我坦白說肚子一把活 我就覺得說 我要擺機 我要擺機 我一定要擺機 好 我大概是五點多的時候 我做完了 就把所有外電看過一遍之後 然後稍微的幫他做了一些報告 做完之後 反正打了一份報告 我做了一件壞事 我把這個報告給了我同事 我同事CC一份給我的老闆 意思是我要告訴我的主管 其實是我做的 不是我們那個資深同事做的 結果隔天老闆一進來 他就發現說 怎麼是我寄給他 不是那個老鳥寄給他 老闆就說 你們到底在幹嘛 怎麼會是燕麗寄給我的 我明明是交代給你 然後那個同事說 因為我小孩生病住死 他就開始解釋找理由 後來我這個老鳥同事 就跑過來質疑我 就說燕麗你幹嘛 幹嘛這樣子在背後戳我 我說沒有 我就開始裝傻 我說沒有 因為我想說老闆很急著要 你的電話不就是今天嗎 老闆急著要 我當然第一時間要 mail給他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雖然他當下也見識到 原來我也是會戳他的 可是起碼你要讓對方知道說 我們沒有再示弱 不然你真的會被無窮盡的去 去犧牲下去 真的 好 第四種霸凌是 不分青紅皂白公然侮辱你 又要講到其中一份工作 我做的工作好多 我之前有做過服裝師 就是像現在各大電視台 就是有主持人的服裝師 但是我是做購物台的 某購物台的服裝師 那時候我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那個老闆就跟我講說 那個就是主持人不太好搞 那你自己要皮繃緊一點 然後我就當然很謹慎 因為想說不想被fine 然後我一去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前一天都會把 我準備好的衣服傳給老闆 老闆跟他對完之後 我就準備一到兩套 怕他當天有心情的上面的那個 對 所以我就會準備 一到兩套讓他選 而且都是他看過他喜歡的 結果一拿到現場 他看到這衣服就說 這什麼 我有叫你準備這種衣服嗎 這是人穿的嗎 你會不會 而且他那個 就是你們都有經過 我們裡面的那個休息室 他其實是全部的 不管是藝人 工作人員 都在裡面 他就說你準備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Sense 你是豬嗎你 然後我就 因為我已經 我沒辦法 因為我想說我已經有 事先確認了 然後也帶了兩套 我也沒有第三套 然後後來他硬穿起來之後 就腰身不合 腰身不合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幫他別別針 我就因為不敢戳到他 所以我就是別針 我就都往我自己戳 就是寧可戳到我自己 也不敢戳到他 然後我就戳了一下 然後就戳到自己的手 然後血就當然有點滴出來 漸出來 一開始他的反應不是說 你還好嗎 他的反應是說 你連別別針都不會 你連別別針都不會 你敢當服裝師 誰找你來的 誰 出來 然後我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我才高中畢業 我就 因為我有休學了一陣子 所以我那時候年紀很小 我嚇到我不知道怎麼反應 然後我也不是事後哭 我是當下就啪 眼淚就掉下來了 可是我也不會針對他 他就說你哭什麼 你哭什麼 你想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在欺負你 不准哭 不是啦 我就這樣哭 好可愛 好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感覺有點囂張 對 他到底是主持人還是婆婆 你馬上在模仿 模仿那個惡婆婆 賭婦對不對 賭婦 對姑娘是媽媽 我跟你講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之前的 就是服裝師都是被罵走的 是購物台的主持人嗎 該不會是 是一姐嗎 我不知道 不是 沒有 我不是 但不是那個 他在發抖 對 我氣到現在 我記得他現在好像沒有做了 沒有在購物 不是 很多沒有做的 很多 一起來做 對... 我們之前有一個主管 他的 他非常為人所知的 就是他就是會 腦補很多情節 然後就幻想別人在陷害他 或是其他的人都是 就是黑塵一片 有一次我們早上就 我就早上大概 我們就9點半上班 然後我就 我們一進去 就已經聽到他噼哩啪啪 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一直狂罵 然後他們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感覺 就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 並沒有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可是你就知道他在罵人 我就偷偷問說裡面的那個 是誰跟他在裡面 然後他們就指遠方 一個隔壁部門的經理 我想說隔壁部門的經理 你也能罵這樣 你就聽到他在裡面講說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跟廠商有拿什麼回扣 我告訴你 我就證明給你看 你有拿回扣 我們在外面聽了 就覺得你也還沒證明 你已經罵到整層樓 全部都聽到了 然後他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就知道你怎麼進公司的 你就是跟老闆 有一腿 我告訴你 這個事情我早就看出來了 我們在外面也是想說 但你也沒看到 對不對 有一腿 那你也要證明人家有一腿 沒有 他就在裡面一直狂幹狗 人家 他其實最厲害的就是 他就是先栽贓你 然後事後 其實他也拿不出證據 可是他就喜歡 先抹黑 對 他就先抹黑 先發自人 然後讓大家都覺得你很難堪 先說人家長痔瘡 好可怕 然後也拿不出證據來 那個什麼證據 對 不能翻給他看 有些人就覺得大聲就贏了 對啊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 那個經理處理得滿好的 因為他就是 他完全不講話 忍處理 因為當你遇到這種瘋狗的時候 你唯一能做的方法就是 你讓牠看起來像一隻瘋狗 你如果兩隻瘋狗 人家就會 我們就在外面聽好戲 對 但如果只有 是一隻瘋狗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是牠的問題 對 人家火車的精神 你看那火車 貓過來的時候 一百隻狗在廢那隻火車 對不對 火車會回頭嗎 不會 火車也是直直的開牠的 好有狗喔 對 所以要把自己 雨風起來堅強一點 謹記住火車的精神 你要講狗廢火車的成語 對啊 狗廢火車本來是在講說 牠的意思是指白做工 對 狗廢火車有一種白做工 有一種是說 就是一呼百怒 就一隻狗這樣子 其他狗也會跟著盲蟲這樣子 現代的解釋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人 難免是這樣子 人家肥短 對 我一直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社會 難免人家會肥短流長 特別是公眾人物 所以你要學起火車的精神 火車開過去一百隻狗的 吃牙類嘴 火車它不管牠們的 火車依然勇往直前 完全是絲毫不回頭的 咕咕 對 其實我覺得你發脾氣的時候 你自己在累積你的業障 因為你要提起氣來罵別人 所以你有惡意的霸凌別人 其實最後受傷害是自己 對 可是我覺得玉瑩哥 剛剛那個比喻什麼 大家都要有火車的精神 我覺得那有點阿Q 也就是說當別人在公開造謠 或者是公開侮辱的時候 坦白說那已經牽涉到一個 名譽的一個清白 所以如果我覺得對方有點過分 你應該要適時的捍衛 那我講一個我朋友的故事 我朋友他是 國內滿有名的分析師 他沒上過我們節目 可是他常常上財經台 現在還在上 那他之前他遇到一個困擾 因為他常上財經台 常接受媒體的專訪 所以他的主管就很吃味 他的主管就會覺得說 我是你的主管 我都沒有比你有名 那你還接演講 接通告 賺得比我還多 搞什麼鬼 所以他主管 在非常非常吃味的情況之下 他後來就發現說有人 就網路上有人 用不具名的一個方式 就不停的在批評我這個朋友 就寫說 所以他主管在非常非常吃味的情況之下 他後來就發現說有人 就網路上有人 用不具名的一個方式 就不停的在批評我這個朋友 就寫說 其實他做股票都賠錢 就是很笨 很遜 爛咖一個 還有他都是跟主力配合 只想把股票到貨給散戶 之類等等 那我就問我這個朋友說 你怎麼確定是你的小主管 PO這篇這一系列的文章 他說很簡單 他還寫了很多辦公室的細節 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小主管 對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問我說 他說葉莉莉 對 他覺得我對這個職場的關係 是比較熟悉 他就問我說 那他到底該怎麼解決 因為那個文章 也在再三的轉載 所以每個業界人都覺得 他就是騙散戶的錢 就是他根本就不准住屋子類 我就說很簡單 你去跟你的大老闆 大主管溝通 就是呢 從今以後 要是有誰在造謠 就把他file了掉 或者是已經 你跟你的大老闆溝通 你把你的操作股票的績效 PO出來 在公司上面PO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不是網路上講的這樣的人 他就去找他的老闆去做溝通 結果沒有想到老闆非常想挺他 老闆就說 以後你們誰在造謠 被抓了 而且其實公司網路很好查 誰發出去的 對 只要被抓到 真的就是被開除掉 從此知道 沒有人敢在背後造謠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事實反擊 沒錯 所以千古名言 人善被人騎 善被人騎 善被人騎 是有他智慧的 如果你就是一副被人家說 你是善良的草食動物 你就繼續一直被人家霸凌 所以你讓他驗命說 還是要事實的反擊跟強壯 除非你夠強壯 用火車夠強壯 還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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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一種 火車有很多種 連結的 自強的 你怎麼那麼聊天 不是 我說這個哲學 這個哲學本來是從獅子演變過來的 因為講獅子有時候 他不跟你理解 原本是說獅子不會因為狗被而回頭 但獅子都不回頭嗎 會 當獅子一旦要回頭的時候 牠就是要把你咬死 有道理 對 這樣子 好像整個哲學集系 整個比較完整一點 其實你是本來要講獅子 你忘記了你講獅子 不是... 因為講獅子有時候 因為現在要看到火車 然後狗在旁邊叫的情景很少了 不是 因為用動物來比喻 我覺得那個就太普通了 我想說換一種描述的時候吧 但沒講到被印尼打槍 所以我還是覺得 用原本獅子的這個版本 比較好 對 我怎麼講 韻哥對不起 我沒有資格打槍 沒有...快別這麼說... 那這樣子 要不要在我們節目今天公開說 你要到底要叫William 還是Train 你要決定 我覺得還是William比較好一點 還是你要叫Lion 對...我叫William... 還是William就... 叫William Lion Train好了 William 獅子王 對 好 希望大家明天上班 不要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謝謝四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